今天做糯米丸子 半斑的猪肉 还有一杯米 先把米淘洗干净 要泡了 要泡一个小时 糯米泡了一个小时 然后现在开始调馅 主要条 这个是葱姜蒜 都切成末 加小半勺盐 这个盐有点多 白胡椒粉 葱姜蒜末 料酒 一小勺就可以了 酱油 打个鸡蛋 一米淀粉 两小勺 沿着一个方向角 饺子粘稠上劲 已经很粘了 再加几滴香油 你可以加菜油 没有香油的话 下面是准备包 先在上面 盆一点点米淡 你可以抹一点油 抹一点油 手上先抹一点点油 然后把它抓一把 团起来这样 一捏出来摇一下 沾到这里面 然后把它裹上糯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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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拦一点 因为糯米它会膨胀 我一般蒸三十分钟 蒸三十分钟 半个小时 因为已经熟了 可以吗 可以吗 这样吃饭了 我们要继续 先 rehell一盆 是 二十四 在五十五 米煎 二十四 一 二十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